他不会杀雕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神奇的种子 这一天 吉米的座位空着 吉米没有来上学 吉米喜欢上学 喜欢参加各种活动 他可不是那种 找点凉或破点皮 就赖在被窝里的人 嗯 吉米最喜欢种花种草了 他总会在花盆里种点什么 或者在衣兜里 装一包花草的种子 有时候啊 吉米会因为在数学课上讲话 而被赶出教室 但是吉米从来不逃学 这时候 他总会悄悄地溜出去 帮园丁干活 第二天 第二天 吉米的座位还是空着 第三天 第三天 吉米的座位依然空着 一直到周末 吉米的座位仍旧空着 米粒 莫莉和同学们都很担心他 吉米是不是得了麻疹 或是三线岩呢 每个人都希望吉米能够快点回到学校里来 这天早上啊 布莱斯老师看起来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他坐在教室中间的一把小椅子上 大家都围过来吧 坐到我的身边来 布莱斯老师轻声地说 吉米再也不会回到学校里来了 吉米被送到医院的当天晚上 就安静地去世了 布莱斯老师伸出手臂抱着大家 大家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课堂上 大家既没有算数学题 也没有拼写生词 可是布莱斯老师什么也没说 午休的时候 没有人唱歌 也没有人玩游戏 布莱斯老师和大家聊天 听大家说话 时不时地还抱抱大家 看到吉米的空座位 米莉和莫莉非常的难过 他们对布莱斯老师说 我们想吉米 也先不要把吉米的桌椅搬走 好吗老师 布莱斯老师答应了 米莉和莫莉说 我们在吉米的课桌上摆上鲜花吧 每个人都从花园里采了一些鲜花 摆在桌上 大家心里舒服了一些 很长的时间 吉米课桌上的鲜花 都是又新鲜又漂亮 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吉米的桌椅才被搬走 米莉和莫莉非常仔细地 把吉米的书和一些东西放进箱子 好让吉米的妈妈拿回家 在吉米课桌的一个角落 在几支钢笔和铅笔之间 米莉和莫莉发现了一包种子 哟 得到吉米妈妈的同意之后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米莉和莫莉把种子 种在了学校的花园里 他们浇完水 就在那看啊 等啊 等着他们长大长高 看啊 等啊 又去给种子浇水 第十二天的时候啊 一排绿色的嫩芽 钻出了泥土 每天嫩芽都长高一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间的那颗越长越高 因为它长得太高了 米莉和莫莉不得不把它固定在篱笔上 突然有一天 奇迹发生了 它长成了一颗大大的向日葵 向日葵 像是吉米快乐的笑脸 米莉 莫莉和同学们都特别的高兴 看着那金色的向日葵 他们觉得 吉米 回来了 吉米又回到了 大家的中间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米莉和莫莉 这对可爱 善良的小姑娘 这里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